台湾经济陷入衰退 摘要 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出口下滑的打击,继2022年第四季度出现负增长后,导致2023年第一季度GDP同比收缩3.0%。 台湾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,进入技术性衰退。 导致出口放缓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主要市场,尤其是美国、欧盟和中国大陆对台湾电子产品出口的需求疲软。 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出口下滑的冲击,继2022年第四季度负增长后,2023年第一季度GDP同比收缩3.0%。 连续两个季度录得负增长,台湾经济已进入技术性衰退。 导致出口放缓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全球主要市场,尤其是美国、欧盟和中国大陆对台湾电子产品出口的需求疲软。 台湾在2023年初陷入衰退。 台湾经济在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。 这是继2021年和2022年经济强劲扩张期之后。 2021年全年GDP同比增长6.5%。 这是自2010年以来最快的年度经济增长速度,这得益于出口同比增长29%,其中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27%. 随后,在2022年大部分时间全球对电子产品出口的强劲需求的推动下,2022年GDP继续以2.5%的速度正增长。 台湾的商品出口在2022年同比增长7.4%,这得益于出口的强劲扩张电子元件出口同比增长16.4%,而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8.4%。 然而,由于美国、欧盟和中国大陆的电子产品需求疲软,作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台湾电子产品出口在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初大幅减弱。 台湾出口下滑一直是导致经济放缓的关键因素。 2022年第四季度商品出口总额大幅下降,同比收缩8.6%。 台湾的出口在2023年初仍然疲软,2023年3月的商品出口同比收缩19.1%。 3月份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出口同比下降28.5%。 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,占台湾总出口的28%,而香港特别行政区则占台湾总出口的14%。 3月份对美国的出口也大幅下降,同比下降20.7%。 台湾制造业经营状况在2023年初仍然疲软。 3月份工业生产同比下降14.5%,其中制造业产值同比下降15.2%。 标准普尔全球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从3月份的48.6%下降至4月份的47.1%,表明该行业的健康状况连续第11个月下降。 将标题指数进一步推低至中性50.0水平以下,是4月份新订单总量的恶化。 销售收缩反映了国内外需求疲软,以及一些客户的库存水平相对较高。 新出口业务同样以1月份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,而且整体下降幅度很大。 疲软的需求状况导致企业在第二季度初再次削减产量。 减产步伐整体显着,为三个月来最快。 较低的生产要求促使企业大幅削减投入采购,同时他们对库存持有量保持谨慎态度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最近的调查期间,成品和预生产项目的库存都有所下降。 与此同时,对投入品的需求减弱进一步增加了价格下行压力。 此外,平均投入成本以5个月来最慢的速度上涨,而且总体上涨幅很小。 刺激销售的努力导致公司在4月份再次下调平均售价。 2023年3月,台湾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通胀率放缓至2.4% on year, 而扣除能源和食品的核心CPI同比上涨2.6%,表明零售通胀压力仍然可控。 尽管近几个月通胀一直在放缓,但台湾央行在2022年采取了一系列适度紧缩措施以抑制通胀后。 于2023年3月23日将政策利率上调12.5%,以限制潜在的进一步通胀压力压力。 2022年3月25个基点BPS的紧缩步骤是自2011年6月以来的首次加息, 最近一次政策利率变化是2020年3月为应对全球COVID-19大流行而降息。 随后在2022年6月增加了12.5个基点,在2022年9月增加了12.5个基点,在2022年12月又增加了12.5个基点。 电子行业面临的全球逆缝 根据最新的标普全球电子PM8调查结果,台湾电子行业的近期前景依然疲弱。 4月份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整体PM8为48.2,较3月份的48.4略有下降, 表明2023年第二季度出全球电子制造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。 全球电子PM8产出指数在4月份显示边际证读数,但已连续数月疲软。 4月份全球电子PM8新订单指数仍处于收缩区域,读数为47.2,远低于中性的50.0关口。 这些数据表明全球电子制造业在短期内将面临持续的逆风。 近几个月来,半导体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全球行业供应短缺有所缓和,因为供应方面的瓶颈已经缓解。 而疲软的需求状况也有助于缩短供应商的交货时间。 标普全球4月份台湾制造业PM8调查显示,疲软的需求环境支持供应链绩效进一步改善。 输入的平均交货时间连续第二个月缩短,尽管没有3月份那么快。 全球电子电器行业供应短缺。 在经历了2021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2022年的持续稳健扩张之后, 预计台湾经济将在2023年放缓,这主要是由于出口下滑。 这反映出台湾电子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持续疲软,尤其是美国、欧盟和中国大陆。 台湾的出口订单在2023年3月同比下降25.7%,表明制造业出口部门近期持续疲软。 在2024年和2025年全球电子产品需求改善的支撑下,台湾的中期前景仍然是温和的持续积极扩张。 由于全球转向远程工作,COVID-19大流行的影响加快了数字化转型的步伐, 这增加了对计算机、打印机和手机等电子设备的需求。 电子产品需求的中期前景受到重大技术发展的支撑,包括未来5年5G的推出,这将推动对5G手机的需求。 在工业4.0的帮助下,随着工业自动化和物联网推动对工业电子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,工业电子产品的需求预计也将在中期内快速增长。 台湾的电子行业将继续受益于其在先进半导体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, 以及为消费电子和工业电子产品生产的各种其他电子产品。